欢迎收看今天的外汇行业 一临近加息黄金惨遭遗弃 金价跌至于10个月低位 二发星表示 美元对日元存续涨空间 法国大选前欧元料跌至平价 三大宗商品利好不断 二元对美元持续站稳0.74大关上方 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2日星期一 欢迎回到新一期的外汇行业 周一亚欧时段现货黄金震荡走弱 一度刷新于10个月低点 至美昂斯1151.44美元 应美国本周料将升息 而且上一个交易日 欧美股市大涨 进一步抑制了市场对黄金 这种避险资产的需求 据了解 目前市场对美联储本周加息 已经几乎不存在任何争议 而且对美联储明年的通胀预期 亦有所升温 这令金价持续升压 市场走势反映出 美联储升息25个基点的几率 接近百分百 而且上一个交易日 美国三大股指 再创历史新高 此外 法国和德国的主要股指 上一交易日 已升至一年高位 令黄金的吸引力 进一步削弱 北京时间16点26分 现货黄金 报美昂斯 1153.74美元 周一亚市尾盘 欧元对美元再度抬头 盘出小幅上扬后 看地回升 此后回吐部分党幅 现交投于1.0559一线 法国新业银行指出 1月底至5月 美元已经下跌了7.5% 因新兴市场承受卖压 触发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 拖累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跌 不过在夏季单边震荡之后 美国实际收益率重返涨势 美元也紧随其后 从贸易加权角度来看 目前美元水平高于年初 明年法国大选之前 欧元对美元了跌至平价 除非极右翼的国民阵线主席 马琳娜勒庞赢得大选 在日本央行描定民意收益率的背景下 美元对日元存在蓄长空间 但若上破120 上行动能将减弱 明年二季度追逐高收益率的投资者们 要再度交易新兴市场货币 北京时间13点52分 欧元对美元报1.055961 美元对日元报115.4951 周一亚盘 欧元对美元探底0.7422后 逐步震荡回升 目前汇价徘徊在隔夜收盘价 0.7450附近 日线上来看 汇价已经连续7个交易日收盘 占稳0.74大关上方 于10个非OPC产油国上周 为敲定减产协议 市场对此反响积极 油价大幅飙涨于5% 油价的大幅上行将推升大宗商品运输成本 最终传导到商品价格 包括澳元在内的资源类货币 受到不同程度的支撑 此外高盛公司分析师 周一上调2017年铁矿石和铜价预期 未来三个月铁矿石价格 预期提升到每吨65美元 铜价预期将涨到每吨5800美元 北京时间10点47分 澳元对美元报0.745056 本节目由杜高斯贝出品 我是维珍 感谢您的收看